好了,又是未來和大家玩玩玩具的環節 印象中未來是很少和大家開箱玩高達這個問題 但是呢,近期未來是很喜歡Lobo 1 載版 應該是載版吧 重新出的這隻高達海盜X1 K版,我們開箱來看看 它現在新版的Lobo 1,有點搞笑 那隻本體是在後面的 就是這樣 盒子都蠻大 那我們先開箱吧 我有一點窄了盒子 但是很大 一直覺得海盜X1是比其他X2、X3都要認 拍入眼簾,兩面的配件是尚且叫多的 一條電線 應該是四條電線 一對披風和武器 接著又有二、四、六、六隻手型 兩個替換樣,一個替換角 那我們先把這些都拿出來 配件方面來說,我覺得它是蠻有型的 和良心的 這是什麼呢?這是支架 兩把匕首 配件真的多得好 這個位置我很怕拿出來,怕會弄斷 這個內盒沒有外盒,不是外盒,是內盒 開箱,大家看到這麼多東西在這裡,我們逐一看 先來看這兩個 這兩個 我個人覺得比較喜歡這個 遮蓋了外表情 細節上都不會太肉,勉強接受 這就是披風 披風是以三份硬膠件來做的 分別是前後,不是前後,是左右加後邊 然後就套這一件披風 我們來看看 這個應該是 類似是這樣 但我提外話,不建議大家拔來拔 因為這件披風是 老實說,球形很容易斷 所以會很容易斷 這樣就不常失禮 整件披風是硬膠 其實它可以用布,我不明白 為什麼不用布呢 這件披風是要突顯造型 再看看配件的武器方面 武器方面就有兩條 光速劍的 這個武器 替換的 怎麼說呢 插件 我們來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 就是這樣的 這四條東西 我就不開給大家看了 這四條東西就是 這兩條可以放在裙甲上 裙甲上 裙甲是可以反起的 一會兒我會和大家說 那就是特效件 這個應該是插進刀 這兩把刀 兩把刀是用了銀色加白色的圖裝 個人覺得做得蠻出色的 就是這支槍 標準海盜的槍 兩件替換成為 叉一 最初代那件的格 就是那件裙甲 還有一隻替換角 這隻替換角我不明白 因為它不是比軟膠 比硬膠 我想不明白 真的怕你玩到 第一隻是容易斷了 然後又多一件替換甲 我覺得曼代應該是這樣的構思 但是 我又以曼代套路 它不可能曼代會這麼良心做這件事 這兩件替換件 這個是裝支架的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有什麼用了 手型方面 這隻手型戰士 手型都幾多 大概就是這隻 那好了 配件都講了好幾分鐘 我們來玩玩本體 本體方面 整隻上色是好出色 好到位的 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頭部吧 那大家畫小小心 點了一條天線 很容易插到自己 而且很容易會斷 就是很容易崩擱 手型很痛 那為什麼會說 這隻海盜 我覺得是我比較喜歡的 阿雲呢 近期 那麼 現在跟大家說 題外說 說回這裏 這個位置 它是可以射出來的 就是可以射出來 裝 這四條電線 它有分軟膠 還有硬膠 那我就不打算換 但是這個位置 超容易脫 那為什麼我會說 這隻是我目前 最近買的 最喜歡的一隻阿雲呢 我現在跟大家說 裝回一件夾 就是它的可動性 出奇地高 甚至那些單膝下跪那些 都可以做得很自然 可以還原它表面的櫃 在這裏的姿勢 而且重點型的 它是有披風這件 大概最低的可動就是這樣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這個後面的核心戰機 它也有做到 上色 還有一些 卡拉克的東西 可以拔到一隻 可以抽出來 但類似拔不到 那 可動性方面就足夠的 這隻可以 這裡有蝴蝶裝 拉出來 那 那 就 腳的可動 那 這裡可以轉 整隻東西的細節位置 是很出色的 那 那 到了這隻手 這裡 它是有個類似拳套的設計 在原子裏面 它也有真實還原出來的 這四個激光也是這樣插在這裏的 這四個激光特效件可以這樣插在這裏 那 海盜差溫呢 以前我比較喜歡差3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我反而喜歡差1 我覺得差1 比較好 那我們來看看有其他東西 那整隻東西 總體上的配色 用了一種燒光黑 加類似 呃 怎麼說呢 類似蕭光就不像蕭光的白 可以這樣說 就 沒有質感那種白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這件事 那 那 這些 圓洞這些位置 它都有做出來的 好像這個 1 2 3 4 甚至側面這些紅色 它都有做出來的 我覺得很細節 和良心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頭 就算來了 用頭的體穿 樣子 方式 這種體穿 有點痛苦 有點困難 這一根就算你捉著前面黑色的 來受毒也不怕 還要很容易真的整個 這個位置大家要小心,例如用這個位置的受力,很容易拆到你的手,又會弄斷 這個位置是超難拔的,那個表情 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樣子如何 我是比較傾向這個樣子 是這個位置超實 對了,就是這樣 非常實 這樣就 可以插這個位置,變成一邊是正常 配合海盜的風格 可以這樣說 那就,穿了一件披風 披風就 然後,塗線 這樣 披風就應該要拔這個 這裡應該要抽出來 對了,這個要拆出來,兩邊都是 那就,看看這隻東西 嗯,有點怪怪的 這個位置不能出來帶 我有些不太明白的,這個怎樣裝 等等 兩邊這裏我就明明是怎樣裝的 就是那個後面,我不知道是怎樣裝 就是這樣兩塊嗎 好奇怪 那不理會先 這個應該是要拆出來的 咦,有些明明 這裡屈它進來 然後我用回它這件東西 就這樣 所以它這個設計很巧妙 我覺得它萬代 如果你不看寫明書 基本上 是很難猜得到它設計得 說句難聽,就是這麼糟糕 那也都可以看得出 現在萬代部分東西是有進步的 就變成這樣 嘩,真的設計得很巧妙 這件東西 如果以前舊版那些 直接拆後面這個 就不會做到它屈了下去之後 再... 裝回後面這件披風 這件東西的一體性是高了很多的 導致這件東西 應該是漂亮很多 但是會很容易這樣 失進心 那我們就裝回頭先 看看吧 這件披風就有點卡不緊的感覺 好,這個位置 所以呢 這個頭 這個位置我推薦是先拔出來 或者把角拆掉 然後再裝回頭 這樣會好些 因為如果用... 你是連著這隻角一起 裝在裡面呢 很容易會拔斷這隻 然後裝回頭 整件事就很完美了 那... 那... 臨結束之前 我們就... 放回招牌的姿勢 嘗嘗 招牌姿勢是... 這邊櫃在這裏 那...這個位置真是很容易脫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中獎 還是什麼 這隻是屬於好看不好玩的那類型 這個裙甲我覺得感設真的很差 可以說是垃圾 用來乾脫用來乾脆 我看這個裙甲設計我覺得是垃圾 可以說是垃圾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拜拜